歡迎回到阿爾達電視繼續欣賞2016 IPTF 中國公開賽的轉播 八強階段為您帶來男子單打的第三場賽事 現在有兩位同樣都是直拍橫打的好手正面交方 不過話說中國的許馨跟香港的黃振廷 近來真的相當有緣 今年交手的次數是相當多 現在又一次要來進行直拍的對抗 這是兩位選手今年第三度在公開賽上碰頭 前面兩次也是都在這個歷屬於超級賽 日本公開賽跟南韓公開賽 兩位選手都有交手的紀錄 也都是在八強階段 那麼許馨呢打到目前為止 剩下六度對戰黃振廷 還沒有讓香港選手贏過六戰全勝 還厲害 也都壓制得相當的成功喔 對 不過如果要從去年算起的話 從2015年到今年為止 這已經是兩個人 兩年以來第七次對戰了 所以這個頻率真的滿高的 這個籤表可能都抽到同一區喔 排名比較近喔 就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 這也要代表兩位選手的狀況都要保持相當好 才能不斷的在 都是在八強跟四強的階段碰到面 黃振廷喔 現在也即將在新的奧運週期喔 應該要扛起香港隊 藍單D號主力的位置喔 他的世界台平確實也是越衝越高喔 在九月份的話 現在已經衝進了第九名的位置喔 中華公愛賽也有不少中華卓協的裁判是前進成都之源啦 沒錯 剛剛畫面上看到也是我們高雄的裁判喔 陳靜世先生 當裁判也是一種出國增長見聞的好機會 不管你是當球員當教練 有一些也是可以當裁判喔 甚至是大會的工作人員 這都是一個接觸桌球的一個 蠻不錯的一些機會喔 特別是近幾年來ITTF在世界巡迴賽上面 其實是有越辦越好的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整個賽事的規模啦 行銷的部分也是進步蠻多的喔 還是希望有一天這個台北公愛賽能夠重新再來主辦 近年來講的話 我們都是有辦這個青少年的巡迴賽 確實規模也都蠻大 也吸引到臨近很多年輕的選手都願意來台北參加比賽 這個比賽從去年開始是被列入這個金牌 對黃金級的 所以希望這樣子連續的承辦下來之後 能夠在未來把這個層次給拉高 讓這個年輕的球員一開始就有這個國際賽的經驗喔 等於是提早讓他們接受這個國際級的這個規格的洗禮喔 哇好球 許欣一開始啟動了就相當的快喔 今年的禮越奧運會呢 許欣也是以團體賽第三人的身份喔 跟隨中國隊出征 最後順利拿下男團的金牌 不過在決賽上面喔 許欣面對日本好手水谷準的那場比賽 真的是殺的天昏地暗 對 水谷準也是打破了中國隊的不敗之聲喔 沒錯 而且這個能夠在團體當中擊敗任何一個人喔 都是相當不容易喔 尤其是中國選人在團體賽當中又會特別的仔細喔 在處理球上面會更細膩喔 所以會摳得更細的情況下 水谷準的發揮可以說是已經超水準的發揮 對 中國籃團在禮越奧運會四場比賽 唯一丟掉了一點就出現在決賽上面 這恐怕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我也代表的是水谷準確實在 今年禮越奧運會的整個狀況是相當好 相當好 拿到了男子單打的銅牌 跟率領男團闖進到決賽 對 一贏一同的成績喔 除了中國隊沒辦法接受之外 應該對於西亞特黑國家都是滿大的豐收了 已經是最好的狀態了 好球 雪線的大腳帶開 兩位選手的打法相同 唯一差別在於持拍手 沒錯 黃正廷是右手 那雪芯的部分是左手 無比 逆局的比賽現在雪芯是4分領先 好球 這個側過聲來擰喔 還是一樣高拋發球 3比5 許新的陣首集中出界 是讓黃正廷再追分回來 3比5 兩個雖然都是指派橫打的球員 不過打法風格上面不太一樣喔 哇 手上的感覺相當好喔 我們也看到 這場比賽為許新做場的是秦志堅教練 是 秦教練自己本身喔 其實也是 左手齒拍 也是直拍橫打 所以這個 他來指導 許新是最捨不過 跟自己打法接近的 比較能夠傾囊相受 而且理解的東西會比較類似喔 而且理解的東西會比較類似喔 整個啟動的部分啊 或者是說戰術的算計的部分 其實會比較相當程度的理解 好球喔 正手對拉之後喔 主動的變線 讓黃正廷最後的反手掛網 對先拉住了 黃正廷的反手 但許新來講的話 他的正手絕對是在場上 克里之聲最重要的武器啊 對 殺傷力又夠 哇 這次這個落點的變化 黃正廷一邊打一邊後退喔 也影響到他擊球的穩定度 前輪這一板扣 還被 許新給守住 對 黃正廷近幾年的進步有目共睹喔 不知道其實 現在中華隊不少好手跟黃正廷打 這很容易吃虧啦 沒錯 三分的差距 九分的差距 等到許新發球 出籃重發 許新也是 正手的跑動能力啊 範圍喔 都相當的好喔 所以往往到關鍵時期喔 許新就會選擇用正手 來做進攻喔 這個球想要擰但是力道也是大了一些 對於旋轉的我肯定是沒有掌握得太清楚喔 直拍很打的技術 中國式的直拍兩面都有黏膠皮 所以讓直拍選手有了反手擊球的能力 橫打這面當然這訓練是有他的難度在啊 這個球可惜 滴得比較深喔 所以這個球徐欣退的時候沒辦法掌握到擊球點 10比8現在中國好手還有兩個局點的機會 好球 哇這邊洪正廷連續的追分啊 這也讓許欣剩下最後一個局點了 第二次的發球機會 哇被黃正廷逮到了這個旋轉 很快的出手而且擊球落點相當靠近許欣的身體喔 讓許欣側身也來不及 所以連續的化解掉了許欣的局墨點 現在黃正廷把低局的比賽逼到了Deuce 10比10 哇這球 反倒是自己要上手的時候 這個節奏快了一些喔 再度逼出局點 哇 機會球 台內的調打 結果掛王 對於許欣來講錯過了一個機會 哇這球出王進 爬過去喔 因為許欣的站位比較靠後 所以這一分也來不及去救了 現在反倒是讓香港選手 逼出了這樣比賽的第一個局點 好球 哇 不讓許欣有救球的機會 沒錯 所以黃正廷守住了自己的第一個局墨點機會 以13比11拿下了比賽的第一局 現在暫時領先許欣 歡迎回到二拿電視繼續欣賞2016ITTF中國公開賽的轉播 八強階段的男子單打的第三場比賽 有兩位直拍橫打的好手 只是兩年以來第七度的對決 黃正廷希望能夠搶下對許欣的第一勝 在第一局的比賽他是後來居上 連續化解掉了許欣的局點之後13比11 拿下了第一局的勝利 哇這個球 黃正廷沒有掌握到許欣喔 回擺高喔 這個球是機會球 由於雙方都是直拍橫打喔 所以對於對手 什麼時候想要測勝的這個時機喔 其實也都能夠 呃...體會喔 這個唯一的差別只有左右手 對 這個方向性的不同而已 0比2 哇結果許欣這一板的銜接沒有做好喔 重心有點太快走了喔 所以球還沒到喔 身體就扔了出去了 又是錯過了再拿分的機會 這個短球的處理 許欣夠水準喔 輕臉剛好又是爬過網 輕臉剛好又是爬過網 哇剛剛又是出到網子 不過許欣最後也是 線路上也喔 在拉球的線路也是拉住了這個黃正廷的反手位喔 好球 好球 你開局開得不錯喔 只是上一局也是從頭到尾 基本上都能夠保持住領先的這個位置喔 對 就是到後半段失守喔 這讓人想起在奧運籃團決賽上面 許欣最後輸給水谷準的那種比賽 其實 第五局也是許欣先逼出了賽末點 沒錯 不過10比7之後是連掉了5分 這在許欣上其實也是比較少見的 比較少見的 好 這球沒有在銀錢根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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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到了中台 哇這次弱點打得相當開喔 哇好球 最後這板也可以看到他拿手的拉球 整個弧線的拐動 沒錯這就是他這個相當大的優勢喔 這跑動面積相當的大 加上自己左手本身持拍的關係 這拉過去的弧線是會往右手的選手往內側來逼 所以是比較難打的 哇壓不住了 這邊也是一樣喔 其實擊球的位置來講 右手持拍的選手去接許欣的球 總會覺得再靠近身體一些 所以他會順著旋轉一直往內拐喔 久回來 不過給的比較高一點 當然許欣並不會錯過這樣的機會 好球 這球也是台內的 擬拉 到了斜線的位置喔 9比3 這個揭發球下網 也讓許欣避出了7個局點 好球 法務主席也發球連打2分 也讓許欣就以11比3 搶下比賽的第二局 現在跟黃正廷是戰前的1比1的平手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黃正廷跟許欣 這一場直拍大戰 前面兩局打完之後 雙方是各拿一局 不過相較於第一局 打到了13比11才分出勝負 第二局的比賽來講的話 許欣是相當具有宰致力 11比3獲勝 許欣在第二局 整個細節的處理上面 是比較仔細喔 一些該拿下來的分數 或者是該拿下來的攻擊的球 都有順利的拿下 再來看看第三局 是不是還是摳得比較細一些 一開始黃正廷的發球 短球發展到中原台的時候呢 是自己出現的失誤 這局來講其實許欣有機會正手拉 但是沒有錯過很多機會 對 好錯 直拍的球員在台內球 就是有辦法 調打的比較輕鬆喔 這個握拍的關係 讓他比這個狠拍的球員 在手腕的靈活度上面 會更自在一些喔 又是第三板的進攻 沒錯 另外就是在發球一些變化上面 其實也可以做得比 橫排還要更豐富一些 而且旋轉的 旋轉的這個 轉速也會更強 因為直拍選手 手腕能夠運用到的角度 是更多一些 但我也差別就在於說 這個傳統的這種 日本式的直拍 少了一面擊球的能力 現在真的是比較少看到這個 日式的直拍 基本上都是直拍很打 比較多去彌補 這個反手沒辦法擊球這一面的缺點 沒錯 第三局的開局又是血腥 發揮的比較理想一些 正確 1 2 3 5比2 總覺得這樣比賽場面的事情好像少了蠻多的 跟上一場比賽完全不一樣 我剛剛好像有看到工作人已經來到場面 稍微安撫一下熱情的觀眾朋友 請他們稍微注意一下整個觀賽的禮儀 通常在球賽進行的過程當中 除非分跟分之間會有一些歡呼聲 好球 這次正手的隊拉 雪晶腳下好像稍微滑了一下 因為在比賽過程當中選手蠻需要去聽球的聲音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希望觀眾進場看球 能夠在球賽進行的過程當中保持安靜 蠻重要的原因 對聽不到球有時候會影響蠻多事情的 影響選手的這個判斷 或者是說擠球的感覺都會有影響 哇好球 這就被王正廷逮到了一個反拉 這陣猛攻之下也讓王正廷把比分給咬了上來 6比4 許欣還有2分的領先 哇又是台內的挑打喔 其實從前一局開始 許欣的發球段是把握度相當高喔 登倫利用他的發球控制住對手 去製造第三板進攻的機會 所以這個部分必須是王正廷趕快解決的地方 沒錯 哇這球被 許欣算到了側身 兩個發球都拿下來 許欣重新回到4分的領先 來到第二次的毛巾暫停 4比8 這邊洪正廷也要利用自己的發球機會搶分啊 嗯 對 第二個發球沒有能夠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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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廷現在4分的落後 這個揭發的落點啊 對 也是夠深喔 也是擰到了幾乎白線的位置喔 這個有時候擰到了相對深的位置喔 是讓這個 對手在出手的時候 是沒辦法那麼流暢的做完動作喔 3分的差距 哇連續的進攻 其實黃正廷給的落點已經相當不錯了喔 去給到徐欣的正守衛了 不錯 不過角度不夠開啊 這個球就被拉住了沒有什麼辦法 4個局點的機會 反啦 哇 許欣漂亮的拿下第11分 11比6 這是第三局的比數 現在許欣打完前面三驢之後 反倒以2比1超前的黃正廷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2016 ITTF中國公開賽 八強階段的 男子單打第三場比賽 中國拳手許欣現在打完前面三局2比1 領先香港好手黃正廷 今年中國公開賽啊 香港有兩位代表能夠闖進到最後八強喔 不要忘記這是一場隸屬於超級系列賽的比賽 所以這也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對 強度是相當高喔 從第一輪開始可能就要面臨到 這個世界排名100名內選手的挑戰喔 對 所以場場就是蠻高強度的對戰喔 這個球 許欣逮到了反啦 但是沒有把握住 第四局的比賽 一開始由許欣來發球喔 哇好球 哇拉得相當的深喔 哇 哇這個球側切喔 許欣逸雖然退得有點來不及喔 但是這個側切 讓球過往的時候帶著側下旋喔 這個技術喔 在最近這一陣子喔 這一年來兩年來 很多的時機喔 球員在有時候來不及的情況下 會利用這項技術喔 來延遲 在 在 把球的這個回合再帶的更多喔 最近還 這一兩年還蠻常看到這個選手 在使用這項技術的 對 主要這個打法是希望說去 改變球的節奏 沒錯 改變球旋轉讓對手慢下來 重新的讓自己有機會喔 再回到台上來組織喔 不要打出這一板 這也代表 就是有點受到壓迫 對 對 第四局的開局 許欣喔 還是有辦法先取得領先 不過黃正廷呢 就是想辦法把這個比分給咬緊 3比2 許欣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這球 出台沒有把握住 出台沒有把握住 今年的中文外賽喔 雖然說 整個單打參賽的 選手數目沒有那麼多 不過 在男子單打部分啊 32強裡頭 也是有17位 世界排名在 前擺的好手 好球 死心還是掌握住自己的主動性喔 因為 也利用自己這個 左手持拍的優勢喔 拉住了這個落點 現在黃正廷站過 站到中間來發球喔 這是我 6比2 我自從第一局過後 其實黃正廷就比較難在比賽的前半段討到便宜喔 對 找不太到什麼 找不太到什麼漏洞喔 得分是都得得比較零星一些 對 只能靠著這個許欣有時候失誤一兩板喔 沒有辦法給這個許欣太大的壓力喔 哇 哇 差了一點 這一分黃正廷也是拚了 有點擺高了 所以其實 揭發之後就開始準備做防守了 好球 防守加壓 壞帶喔 這橫打就是有這項技術上的優勢喔 優點喔 處理一些 台內球喔 包包帶其實揭發的這個部分呢 也是會有許多的變化 擰球是相對的容易的一些喔 這邊許欣一開始預判錯誤 現在只能退台做防守 對不過這個也是許欣喔 一個 相當拿手的技術喔 沒錯喔 插邊 這基本上也是沒有讓許欣還有繼續救球的機會啦 第四局的中半段現在黃正廷又把分數的差距喔 追到只剩1分 許欣放高球這個功力其實跟一些歐洲的選手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身手感好喔 防守面積又大 所以有時候往往都可以靠著這一個放高球 有時候會得到一些分數喔 並不是完全的被動 對 或者是讓他找到再去反拉的機會 對 哇這個球 退的有點太多了 對 黃正廷這球拉的比較輕 其實有點 往後倒的情況下來接這一球 高跑 又是一個擦邊球喔 接發球的幸運得分也讓黃正廷 現在8比6喔 反倒是擁有2分的領先 好球 這球 這球 這個 黃正廷主動性也有出來了 白短丸是主動的上手喔 這分打完也 重新調整一下他的護膝喔 好球 這個球 許欣要嘗試喔 比較冒險的反拉喔 反手反拉喔 反而是讓黃正廷喔 在第4局的比賽後來居上 搶先逼出了局墨點 反手行接正手 這一分行接的速度非常快 對 好球 黃正廷 在第2個揭發的分數當中突破了許欣 在第4局的比賽後來居上以11比7獲勝 現在雙方在前面4局打完之後 贊成了2比2的平手 現場繼續欣賞2016 ITTF中國公開賽 男子單打八強現在的第三場比賽 中國的許欣跟香港的黃正廷現在是贊成了2比2的平手 在第4局的比賽呢 其實許欣也是從前半段一直取得領先 沒有想到來到後半段這邊呢 突然掉了幾球 對 這個 不過黃正廷在後段喔 其實也是把握的比較好 都是掌握的這個 比較積極的主動性 在擺完短球之後 不斷的尋找半出台上手的機會 所以帶給了許欣比較大的壓力 哇這個球可惜喔 場上還是看誰能夠先掌握到主動權喔 對 得分的機率是大一點 喔好球 結束被追平過後 許欣在第5局一上來了 先突破了黃正廷有兩個發球 好球 這球算到了 也是算到了這個 這個 許欣 算到黃正廷的這個線路喔 這個線路喔 而且擬過來的質量 其實並不是特別的強 重新再算了一次 重新再算了一次 那曲欣很難接喔 這時候的對拉畫 黃正廷 前一晚上都不簡單了 幾乎是蹲下來擊球喔 還能夠拉出斜線的大角度 好球喔 神秘神的平手 好球 哇好球 徐欣主動側身 還是在增強這個主動拳呢 我想 這兩年來雙方打這麼多 對於彼此的風格應該都 相當熟悉相當了解 沒錯 怎麼樣去讓對手無法判斷你的下一板 所以一些原本習慣的打法 可能要做出不一樣的變化 好球 又是相同的這個發球 不過這次 許欣喔 有掌握住了這個半出台喔 在拍面上面控制的力道也是比較好的 就是放高球 哇好球 被重心晃到 黃正廷在出手之前喔 稍微夾在一個假動作在裡面 對 所以徐欣一開始往左撲喔 這個肩膀有時候 這個一動喔 對手就會先跑出去 所以這個時候 可以利用這個 這一項 這慣性喔 來做一些演示喔 這就跟這個棒球在投變化球一樣 現在你的變化的時機越晚 打者是越難掌握 沒錯 所以出手的 我最後一刻再出手 是比較好的喔 這手會比較難去做出因應 6比5 許欣一分的領先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高拋發球 哇這個球 弧線喔 像左拐的這個弧線喔 是比較強的 所以黃正廷最後是連球都沒有碰到 丟掉了這一分 來到第二次的毛巾暫停 許欣守住了領先 許欣守住了領先 相較於前面幾次 兩位選手的交手喔 那這次黃正廷是把局面給扣得更緊喔 哇好球 前面我們也看到了 南韓呂家梁夏瑩 打滿七局之後 逆轉了朱宇琳的比賽 所以要跟中國這些高手抗衡喔 那你必須要做好 就是跟他們打好打滿的準備 而且在最後這個 如果有機會進行到最後的第七局的時候 這個決心啊 要比中國的球員要更強才有辦法喔 如果又是到 中台隊拉 對 其實黃正廷也主動的去 調動許欣的步伐喔 但是 可以看到 許欣整個身體的延展性 嗯 然後他在面對一些近身的球 還是有辦法側身 拉出正手的進攻 對 哇這個球又是許欣的機會了 沒有問題喔 6比5之後連續拿分啊 現在許欣 要想辦法把黃正廷定幹在5分了 10比5 五個局莫領的機會 高炮 謝謝刺發球得分 11比5 這是第五局的比數 獲勝的是中國選手許欣 在這場男子彈的八強戰 目前他3比2 重新要回了領先 以下節目為雙語播出 歡迎回到愛爾達電視繼續欣賞 2016 ITTF 中國公開賽的轉播 許欣跟黃正廷的交手 現在進入到了第六局 第五局的比賽呢 許欣是成功的以11比5獲勝 重新搶回了局數上的領先 現在只要再拿一局 他就能繼兩位奧運奪牌的隊友 馬龍跟張基克之後 成為第三位挺進到南丹四強的選手 又是進入對啦 國防身第一個接發球的反應 就已經讓他佔據主動的位置 這球直接發球得分 角度 先讓黃正廷打開來 現在徐昕1比3 暫時處於落後 今天在八場就段的比賽 我們已經見證了不少這種七局大戰 好球當徐昕假動作 影響到了黃正廷的判斷 大膽的側身反拉 已經算到了黃正廷這一板出手的角度跟位置 3比3的平手 一般要先算或是先啟動 就是代表這個球我大概可以理解70或80 有這個信心度 我才敢大膽的去預測 好球 我這球擰得太中間了 沒有什麼質量 擺高了 對 黃正廷來到這一局 這又是找回了他前面拿下局數的那種積極 這幾個發球分喔 掌握度非常高喔 沒錯喔 哇好球喔 這個球徐昕補板補得漂亮喔 重新 重新的調整了 再向前踩 不過其實從黃正廷的表現也可以看到 其實最近已經很少出現非中國這種直派橫打的選手 能夠衝進世界前十喔 對 但是黃正廷的進步確實是蠻明顯的 沒錯 尤其過去這一兩年真的是 從世界排名比較低的位置一路衝到現在前十喔 好球喔 剛剛又是一個黃條喔 在2014年2月份的時候 當時黃正廷的世界排名還排在112 嗯 所以這等於這兩年多以來啊 嗯 我進步100名 對 而且他還相當的年輕喔 25歲而已 希望這個自己能成為 足以威脅中國隊的另外一大好手 沒錯 哇 不過 中半輪這邊 許欣又是連續掉分啊 讓黃正廷的領先優勢來到4分了 所以我們或許又要看到另外一場七局大戰啊 前場比賽 小將何君傑才把張立科 逼到了第七局決勝負啊 現在黃正廷也希望能夠重演隊友 剛剛上演的戲碼 我剛剛也擺得太仔細了喔 直接擺得下王 4比9 9比9 這一版 想要拉輕一些 結果沒技 4分的差距 黃正廷只要再拿2分 就能夠把比賽逼進決勝的第七局 好球喔 好球喔 放手的線路都能夠掌握住啊 反手的加壓做得相當漂亮 再來 哇這個球 太偏了 沒有打好 讓許欣先化解到第一個局末點 現在7比10 還有3分要來追趕啊 好球 哇 最後許欣的這一版反手出界也讓香港選手黃正廷 就以11比7搶下比賽的第6局 又是一場七局大戰了 各位觀眾朋友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轉播的現場 2016 ITTF中國公開賽八強階段 這已經是我們今天看到了 第四場的七局大戰 中國好手許欣跟黃正廷 現在要達到決勝局才能夠分出勝負 這局關鍵喔 在於這個 雙方選手在上手的 搶上手這個過程 誰能夠先上手 誰能夠先進攻喔 對 比較有利於拿下這關鍵的一局 好球 黃正廷現在這個上手的質量 讓許欣喔 沒有辦法做有效的反拉 也加強了第一板的質量喔 好球 嗯 追著身體打喔 2比0的開局喔 黃正廷 目標是要拿下對戰許欣的第一勝 出網重發 研發了兩個插網喔 可以感受到許欣也是有點壓力 嗯 第一落點的控制 沒有辦法控制 齁 這次下手剛剛快 不過這球 許欣喔 這個人高馬大喔 才有辦法在台前喔 才有辦法在台前喔 做這麼有效的 這個 有攻擊性的調打 喔 這邊有點搶得太兇了一些 也讓黃正廷現在3比1領先 這場比賽結束過後呢 下一場比賽 將要為您送上的是 中國內戰喔 要由兩位年輕的好手 周宇跟樊正廷進行較量 哇好球 哇這一次黃正廷的正手拉球 能夠把許欣逼到這樣子的程度 真的也不簡單了 對 不斷的逼著這個許欣喔 這個時候是必須喊出暫停的時機喔 決勝局的開局喔 竟然開了一個1比4喔 這絕對是許欣喔 或是秦之前教練 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啊 對 這麼開比較不利啊 我這次黃正廷從第五局 又找回他們比較 具有侵略性的打法 特別是在自己的發球 跟許欣的對攻上面 現在也不落下風啊 對戰紀錄來講的話 許欣是佔有絕對的優勢喔 六戰全勝 但是現在呢 許欣則是面臨到輸球的危機 決勝局已1比4暫時落後 我只想要做台內的挑打 這球有一點處理的比較輕率喔 那一分太輕易就丟掉了 這也是不是場面這個太過熱情的佳老師 對選手也造成了龐大的壓力 哇 這球擺了兩跳 許欣沒有判斷好 對 許欣的後面這幾局喔 感覺有點不太狀態喔 現在其實也考驗著黃正廷的心理喔 對 當然也是勢必想要拿下喔 哇 打球 打球之後的搶攻 回到五分的差距 好球 嗯喔 在短球之間喔 黃正廷現在已經都 基本的掌握到這個 許欣有時候會回擺高的這個情況喔 加油 難道我們今天要看到第二位中國選手落馬嗎 不在狀態喔 這幾球 對 這個掉分都掉得很快 幾乎第一板第二板幾球 對 就輸掉分數喔 7分的差距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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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一波攻勢喔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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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擱短 這球 黃鑿 awhile 拼了一板喔 反守 正在中台的位置喔 對 嘗試做反擊 沒有成功 1分差 黃鑿庭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白�端 喔這個球插到邊了 黃鑿庭也舉手向許欣示毅喔 對 现在比数来到10比5 现在黄振庭 香港选手逼出了赛末点 有机会拿下对战许昕的第一胜 哇 这个反手的接发许昕 最后有点放掉了 决胜的第七局 香港好手黄振庭 一路领先的情况下 以1比4获胜 之后也以4比3 抢下了两个人对战7次以来的第一次胜利 也是今天继朱宇林败给梁夏营之后 又一位中国选手中箭落马 恭喜黄振庭进入到了中文公开赛男子单打4强 这位我们要请您稍微收集一下 黄振庭来要带给您周宇跟樊振东 两位中国好手进行四杀